我们说到了这个什么呢 波罗斯特的这个容器啊 实际上就是两个已经写好的样式是吧 然后我们通这个样式的话直接用就行了啊 那么它样式就是这么写的 所以你得这么写是不是这样的啊 它样式里面就这么定义了 所以你就按照它这么写就行了 这样子啊 好接下来我们要讲什么呢 就是讲了这个波罗斯特的什么 三格系统是吧 这是它什么呢 它这个里面什么 就是它里面的一套思想是吧 这个三格系统的话就是 呃有人什么呢 有人觉得它好啊 有人觉得它不好 那是它这么设计的是吧 三格系统啊 那的话这个相当于是什么呢 波罗斯特的核心的东西 是吧 你如果知道三格系统怎么用的话 大概就是说你的波罗斯特的 你学了一半了 大概就学了一半了 大概是这样子了是吧 你把这个三格系统搞清楚之后 那么的话 波罗斯特的基本的它的思想里就领悟了 是吧 其他的一些样式的话 就是一些固定的东西 你看着API文档就可以了 理解了啊 主要是这个三格系统 是吧 三格系统啊 好 我们把这个三格系统理解之后的话 今天应该是差不多什么呢 可以学会一半这个波罗斯特的一些用法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三格系统啊 三格系统是什么意思呢 它就是这样子的 它把宽度分成十二等份啊 在宽度方向啊 就是横向是吧 把这个页面的宽度方向分成十二等份 然后按照这个十二等份呢 怎么样呢 就是自定了一套的样式啊 自定一整套样式啊 这样式的话就形成一套什么 响应式什么呢 移动设备优先的什么 流体三格布局啊 三格系统 好 那么这是它的三格系统啊 三格系统 那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自定了一整套系统 比如说这个是COL-LG 这是大于1200的时候 排成一行 然后小于1200的时候 怎么样呢 占一行啊 那么大概就是四类 什么COL-LG 这是大尺寸的啊 那么是COL-MD 是中尺寸的 是吧 可以这么理解啊 COL-SM是小尺寸的 然后这个是更小尺寸的 是吧 COL-XS- 这是小尺寸的 好 那我们来理解一下 这个三格系统啊 好 来学一下它核心的东西 好 我们来清洁一个文件 然后来做它的三格系统 把它再另存一下 然后是这个 这个是三格系统 是吧 三格系统 这个是006 006 7 7吧 好 保存一下啊 好 什么是三格系统呢 我们来这么做啊 首先的话怎么做呢 我们把还是保留一个容器 比如说这个响应式的容器 是吧 三格系统的话 它是放在容器里面的 记得啊 三格系统是放在容器里面的啊 好 那么容器的话 首先是什么呢 这样有一个容器吧 是吧 有这样一个容器啊 好 这个容器的话 我们先不给它样式的 然后把样式扔掉啊 容器不给它样式的啊 好 那么三格系统 首先是干嘛呢 首先它是什么 划分什么 横向区间的吧 它是划分横向的啊 纵向它不管 它是划分横向的啊 那么的话 先写一个容器 容器写完之后什么 什么写呢 里面有一个什么呢 DIV啊 class等于一个roll 啊 这是它里面固定的写法啊 roll roll的话是什么意思啊 就表示一行吧 表示一行啊 好 一行 一行之后 然后在那行里面的话 我们就写三格啊 写三格啊 比如说这一行里面怎么样呢 我划分三等份啊 划分三等份 比如说我们来写最大的三格啊 那么的话划分三等份的话 它是怎么回事呢 它是整体划分十二等份 是吧 整体是十二啊 如果是划分三等份的话 那么每一份就是四是吧 每一份就是四啊 所以说十二等份的话 就是你划分的这个东西 一定要是十二能什么呢 十二能分的 是吧 十二能分的 是吧 比如说是 一和十一 是吧 二和十二 是不是可以啊 或者是什么呢 就是 就是两个的是吧 三个的话 比如说三个 三个四 或者四个三 是不是都可以啊 三四也是一十二 四乘以三也是十二 是不是这样的啊 就是你必须什么 等于十二份吧 十二份的话就刚好一行 如果你超过十二份的话 就什么 就换行 是这样子啊 好 我们来慢慢写吧 比如说这个是十二等份 是吧 那么这里面比如说这个是 这是大的 是吧 是要杠LG 然后是杠三 那么的话就是 四个三就刚好是十二份吧 是不是这样子啊 我们来写一下啊 他这个是五加一是吧 三加三等于六 六加五是吗 十一加加一是吗 十二吧 是不是这样子啊 好 比如说我们来写一下啊 那这里面是 DIV class等于什么 COL-LG 是吧 你就可以任意写 比如说我写个 我写个三是吧 这是第一份是吧 三份是吧 好 这是三份啊 把它写这里来 是吧 然后假如说我写 写个什么呢 再写个 比如说写个 写个四份吧 是吧 这个是四是吧 那么的话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就是这个两个占了七份吧 七份之后还剩五份吧 是吧 五份 比如说我再写个 DIV class等于什么 COL-LG 干个二 干两份是吧 那么这个是不是两份呢 两份啊 这是两份是吧 两份的话那怎么样呢 再来一个 那么就是 如果刚好要排一行 是吧 那么剩下就是多少 就是三吧 三啊 这是三 好 这个的话就是 是不是刚好排一行啊 刚好排一行啊 这个的话 刚好占十二份 是吧 刚好占十二份啊 三加四七九十二 是吧 好 然后的话 这个的话 我们怎么样呢 我们这么看的话 来看一下 先大概来看一下的效果啊 这么看的话怎么样呢 我们是不是 没有一个很形象的 什么呢 大小的把握啊 是吧 我们只看到文字啊 然后我们把这个三格的话 给它背景色和边框 大家就看到它的大小了啊 好 比如说那么怎么看呢 好我们可以先写一个什么呢 先写个 给它们一些样式 是吧 给它们一些样式 比如说它给什么样式呢 我们用这个属性选择器啊 所以比如说DIV 是吧 那么是 DIV 然后这是属性选择器吧 是吧 然后是中括号啊 比如说class等于 class怎么呢 就是心等于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只要含有 含有什么东西的时候 就可以是吧 心等于一个什么呢 这个COL杠 啊 就是含有这种的 是吧 样式的我们都给它什么呢 就匹配吧 它的class名里面 含有COL杠的 这个DIV都匹配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是属性选择器啊 好 就是它里面这么写的啊 COL杠是吧 属性选择器啊 好 这种选择器的话 我们怎么 就写它什么呢 我们写它一个高度啊 高度的话 假設等于这个 还是等于50PX 是吧 然后的话 什么呢 背景色给它一个什么呢 gold 是吧 然后怎么呢 给它一个边框啊 border 然后是EPX EPX EPX solid 然后给它一个黑色 黑色 好 这么写完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效果 好 看一下它的效果啊 好 我再来刷新一下 看这个页面啊 刷新一下啊 那么大概是这样子的吧 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子的 是吧 这个占三份 看是这么宽吧 这个占四份 这个这两份 这个占三份吧 是吧 这就是它的三个系统啊 整体就占十二份 然后评分这个整体的宽度啊 好 那么的话 上面我们可以给它一个 给它一个什么呢 给它一个H1的标签吧 好 div class 什么呢 container啊 好 把它分开一下啊 比如说这个是三个系统 是吧 H1啊 好 这是什么呢 三个系统 好 然后把它分开一下啊 分开一下 好 再来刷新一下 是吧 刷新一下 那么大概是这样子 是吧 这是三个系统啊 好 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三个系统啊 如果说我们在调这个 浏览器的这个宽度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啊 目前的话 我们的宽度是什么 大于1200吧 是吧 大于1200 如果说我们在缩小的时候啊 看一下啊 看一下 它是不是变成了上下排啊 不管你是多少份的怎么样 都变成上下排了吧 每一个都占百分之百的宽度了吧 看见没有 是吧 这就是CL 什么呢 COL杠什么 LG的这种 三个的这种特性啊 就是什么呢 就是在大于1200的时候 然后他们是排列在一行啊 小于1200的时候 他们什么呢 就变成上下排列 是吧 变成上下排列啊 好 小于1200变成上下排列 然后的话 再小的话是变成什么呢 这个是 这个应该是什么呢 这个是970是吧 970 然后再小的话是什么呢 是750吧 好 再小的话是什么呢 再小的话就是什么 百分之百了吧 这是它的特性啊 这种三个的特性啊 好 那么它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 为什么这么设计 它就是做响应式的吧 是吧 它做响应式的啊 响应式是解决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我们在横向排列的时候 是吧 元素在横向排列的时候 如果屏幕很宽的时候 是可以横向排列吧 如果屏幕窄的时候 我们横向排列 是排列不下来呀 那么这时候怎么办 把左右横向排列的变成什么 变成上下排列吧 这是不是就排下来了 就是宽度我们不能延伸 我们延伸高度不就可以了 是不是这样的 我们把高度变高 把左右排的变成上下排 是不是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 好 这就是三格的它的这个 解决这个什么呢 响应式的核心的思想 是吧 好 这个就是关于什么 COL-LG的这种三格啊 好 那么你说这个什么三格 如果说我想什么呢 我想稍微 比如说 比如说小1200的时候 我还是想它什么 左右排 我不想它变成上下排 是吧 我想等一会儿 再变成上下排 是吧 再小的时候变成上下排啊 那么的话 接着的话 就有第二套三格 是吧 那么就是COL-MD吧 COL-MD啊 就是第二套啊 这个COL-MD 是吧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把这个再来 拿一个是吧 再来一个啊 好 再来一个 然后之间的话 我们把它分开一下啊 好 那么第二种的话 是这样子 比如说它是COL-MD吧 是吧 MD啊 好 MD 是这样的啊 MD啊 假如说MD的话 我想就就只想摆三个 然后三个刚好什么呢 三个刚好占十二份 是吧 那么比如说 第一啊 第一个是4 是吧 第二个也是4 是吧 那么第三个也是4 是吧 是吧 这个是不是刚好占十二份啊 是吧 三四一十二吧 是吧 好 四份啊 这样子 是吧 好 这个的话就就在于你自己 自己什么 拼这个12了 是吧 拼这个12啊 好 MD 然后这个是MD啊 这个是4份 然后这是4 这也是4 是吧 好 这么写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是吧 好 首先的话来刷新一下 那么这个什么呢 COL-MD吧 他们四个怎么样 他们三个怎么样 是不是宽度一样啊 是吧 因为每个都占四份嘛 宽度一样啊 好 这个三个的话 我们在什么呢 在缩小的时候啊 在缩小的时候看一下 这个大的三个是不是变了 是吧 大的三个变了啊 然后这个小三个还没变吧 是吧 这个还没变啊 这个是什么时候变呢 在小于什么呢 小于第二个区间的时候啊 小于第二个区间的时候啊 小于第二个区间它会变啊 是不是变了 变了吧 是吧 小于第二个区间的时候啊 好 这个第二个区间是什么呢 是小于这个 小于这个 小于这个什么 在这里啊 小于这个九九二的时候 是不是这样的啊 小于九九二的时候 它就变了 是吧 小于的时候 那么这个MD就变了啊 MD就变了 好 这是关于它的第二套三个 是吧 好 第二套三个啊 好 那么接着看第三套三个 就是什么呢 就是更小的时候再变啊 第三套啊 然后再把它复制一下 那么这个的话是这个COL干什么呢 这个是SM是吧 SM啊 好 假设说我这个想排四个是吧 排四个 如果那么每个的就是三吧 每个是不是就是三呢 是吧 排四个啊 好 好 这样子是吧 好 这样子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三格 是吧 这是第三套三格 是吧 好 那么每套三格的话都有什么 从一到十一这么多啊 从一到十二啊 从一到十二这么多 比如说是 呃 COL干什么SM一 然后干二干三 一直到干十二都有 是吧 那么在于你自己组合了啊 是这样子的 好 第三套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 是这样子了吧 这样子是吧 COL干SM干三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来缩小 首先是什么呢 首先是 首先是最大的变吧 是吧 最大的这个变成上下的啊 接着是中间的这个 变化了是吧 中间这个变化成上下排列了啊 然后是这个 这个的话再小一点是吧 再小的时候是768的时候是吧 768的时候变成上下排列了 是吧 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啊 好 这是第三套三格啊 第三套三格 然后的话是什么呢 嗯 来看一下啊 这是第四套是吧 第四套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它就始终不变化 不变化 第四套 那么这就是什么呢 它就是 XS是吧 XS啊 这是属于什么 XS 这四套是吧 始终排列在一行吧 它始终排列在一行啊 这个是XS XS 好 这个没改过来 是吧 好 这个的话我们可以改一下 比如说这个占五份啊 这个占三份 这个占两份啊 五份 三份 两份 这个是什么呢 八十十二是吧 这样子的八 八十十二啊 五 三 好 这样子啊 好 这样子弄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是吧 好 来栓心一下这个一面啊 栓心一下啊 那么这个是什么 CL 杠什么呢 XS 是吧 杠五 是吧 这样子了吧 好 我们来说 咱什么 说放这个浏览器的这个宽度 是吧 那么是这几个 首先是最大的 最大的变化 是吧 最大的 先变得上下的 然后是中间的变得上下的 是吧 中间变得上下的啊 接着是这个变得上下的 是吧 这个变得上下的啊 然后是这个 这个的话是什么呀呢 它始终不变啊 始终不变 这样子啊 你把说到很小 它就不变了 这样子了吧 这样子吧 是吧 再说小的话就 什么呢 就小不了了 是吧 再小不了了 是吧 好 你手机屏幕 不能到这么小了吧 是吧 再小的话就是 怎么样呢 就不管它了 是吧 不管它了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三个系统的这几套东西啊 这几套东西 好 那么它这就是三个系统的 四套三个系统的什么 它的特性吧 那么我们可以根据什么呢 根据这个三个系统怎么样呢 去写我们的对应的 这个布局的一些什么 一些设计吧 是吧 布局一些设计 好 不愿意 laut ан 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